你好!欢迎大家收看中国明星的新闻,这就是今天的新闻,魅力谭松韵,执着与坚持,自然而美,谭松韵亲自向担心的粉丝致意,私信给她一个惊喜,谭松韵正夜成我爱了,看到配角莫让人失望,魅力谭松韵,执着与坚持,自然而美,在娱乐圈的繁华景象中,有一颗独特的星星,她就是谭松韵。 这位来自四川的年轻女演员,以她独特的魅力,才华和坚韧不拔的精神,征服了观众的心。 谭松韵,一个名字,一个故事,一段传奇。 她的生涯仿佛是一首诗,旋律悠扬,节奏明快。 她的每一个角色,每一次演出都充满着灵性和魅力,让人为之倾倒。 她的作品广泛涵盖了电影、电视剧等多个领域。 从青春校园到古装剧,从现代都市到年代剧,她的表演能力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和赞赏。 谭松韵的美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。 她的成功源自于对表演艺术的热爱与执着,对每一个角色的认真与负责。 她的每一次演出都像是一次精心雕琢的艺术品,每一个细节都力求完美。 她的演技深入人心,无论是活泼开朗的女主角,还是内敛含蓄的苦情角色,她都能以自己的方式诠释得淋漓尽致。 谭松韵的魅力并不止于此。 生活中的她是一个真诚、热情的人,她的笑容如同阳光一般温暖,给人带来无尽的活力。 她对朋友、对家人、对工作都有着无比的热爱和责任感。 她以自己的行动诠释着,努力工作、热爱生活的理念。 在谭松韵的身上,我们看到了一个演员的执着与坚持,看到了一个女孩的真实与善良。 她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她心灵的映照,每一个笑容都是她情感的流露。 谭松韵用她的行动告诉我们,只有热爱生活、热爱自己,才能活出真实的自我,才能散发出独特的魅力。 无论是在荧幕上还是在生活中,谭松韵都是一个让人无法忘怀的存在。 她的演技让我们为之倾倒,她的人格魅力让我们为之感动。 她仿佛是一颗璀璨的明星,照亮了我们的世界。 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,谭松韵展现出了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强大的意志力。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浇灌着梦想的花朵,一次次超越自我,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。 这种精神力量不仅感染了观众,也成为了无数年轻人追梦路上的榜样。 除了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,谭松韵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,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。 她关心弱势群体,用自己的行动为他们送去温暖和希望。 她的善举和真诚让人们看到了一个艺人应有的责任与担当。 谭松韵的美丽不仅仅在于外表,更在于内心的丰富和思想的深度。 她用独特的魅力和才华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偶像,用真挚的情感和优秀的作品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支持。 在未来的日子里,我们相信谭松韵会继续努力,用她的才华和魅力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感动。 在娱乐圈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,谭松韵以她独特的魅力和坚定的信念脱颖而出。 她的故事激励着我们去追求梦想,勇敢面对挑战。 她的表演让我们沉浸在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中。 02.谭松韵亲自向担心的粉丝致意,私信给她一个惊喜。 近日,谭松韵除了演技之外,她的亲民和热心也引发了广大粉丝的关注。 有网友在谭松韵的微博评论中留言称自己感到非常焦虑。 对此,谭松韵并没有忽视这个留言,而是通过回复私信的方式,向这位粉丝传递了一份温暖和关怀。 谭松韵的回复内容是,把心里的不好的东西都拿掉,才有更多位置装下好的哟。 这句话不仅给粉丝带来了安慰和支持,更展现了她内心的温暖和阳光。 谭松韵的这一举动也引发了许多网友的关注和热议。 许多网友纷纷表示,谭松韵的这一回复真的很暖心,这种真诚和温暖是演员最重要的品质之一。 更有一些网友则表示,谭松韵的这一举动让她们更加喜欢和支持她。 还有一些网友对谭松韵的这一举动表示赞赏,认为她以自己的行动为其他艺人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。 他们认为,作为公众人物,艺人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和关心自己的粉丝,为他们带来正能量和积极的情绪。 也有一些心理学家认为,像谭松韵这样的回复可以给粉丝带来很大的帮助。 他们表示,通过与偶像的互动,粉丝们可以感受到被关注和被理解的情感支持,从而减轻焦虑和压力。 同时,这种互动也可以让粉丝们更好地理解自己,发现内心的力量和勇气。 谭松韵的这一举动不仅展现了她作为演员的实力和亲民形象,更传递了一份温暖和关怀。 她的这一回复不仅给粉丝带来了安慰和支持,更展现了她内心的温暖和阳光。 这种真诚和温暖是演员最重要的品质之一,也为我们传递了正能量和积极的情绪。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像谭松韵一样关注身边的人,传递爱与关怀。 03. 赎紧人家正式开机,谭松韵正夜成我爱了。 看到配角莫让人失望,赎紧人家正式开机谭松韵正夜成我爱了,看到配角男演激动。 想必很多观众们都是通过旋风少女而认识谭松韵的,虽然当时扮演的只是一个女二,但是机灵而又俏皮的角色很吸引人,而且对朋友也重情重义。 虽然个子不高,但是非常有灵气的一位女演员,其实那个时候就觉得谭松韵应该是能够活起来的。 后来谭松韵又连续参演了《狐狸的夏天》等多不好剧,收视率单方面都很不错。 那个时候的谭松韵其实还没有那么火,但观众好像都特别喜欢,这路人员就很好。 可能是因为她长得比较可爱吧,所以连女生都那么喜欢。 一部锦衣之下,腾空出世,让不少的锦衣奶奶各自大显身手,耐力地宣传这部剧,或许也是看到了这部剧的潜力,在看到大批路人都在追的时候,大家好像就更加来劲了。 锦衣之下,里面的陆大人和袁金夏悬脚很到位,说实话,都没有看过CP赶震膜高的荧幕情侣。 或许是因为两个人同时都拥有娃娃脸吧。 袁金夏让谭松韵的资源再次升级,终于爆火,如果说之前合作的演员咖位不够,那么这次她咖位真可以了。 因为先后合作了景博然、徐凯、钟翰良等等,其中跟钟翰良合作的锦衣四域播放量表现力都很不错。 而接下来,谭松韵会继续给大家带来好作品,一部大女主剧《属锦人家》,据悉现在已经正式开机了,改名位属锦鹿,这怕不是跟锦杠上了。 谭松韵第一次做这种大女主,且是一番,观众们期待得不得了。 而这一次选的男主角郑叶成也是超级帅气的一位小生,别看,不是走流量派的。 但是路人真的不在少数。 看到谭松韵和郑叶成心头一喜,已经是非常激动的了,在看到配角之后,我难言激动。 两位女配都是美女,而且还有一个实力派男配角。 实力派男配角,金超。 因为出演如一船被观众们正式看到,其实这个时候她已经拍了好多年的戏,但是之前一直都是不温、不火的状态。 后面金超还在富流年当中扮演了一个反派,演得真的很好。 两位女配,一个是陈晓云,一个是周杰琼。 这两位的人气,自然不用我多说,周杰琼古装真的挺美的,而且还是那种比较大气自然的脸,陈晓云古装角色从来都没有让人失望过。 所以,这两位的加入也是很合适的,而且不会出现那种丝的状态,几乎是毫无争议。 这阵容真是恰到好处,我已经很很期待了,你呢?